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我们今天来讲讲如果你的兰花像这种是春食忽兰 前一阵子是春食忽兰大开的时候 现在应该都已经开完了对不对 开完了以后呢 你要怎么处理它呢 像我这一棵是变异国王 它是国王 然后它产生花瓣的变异 它旁边会有皱褶的那种品种 不管是哪种品种 它的春食忽兰种法 如果是原子出来的一定是这样子 下面是水草 然后通常水草下沉是保丽龙 你可以看下面是保丽龙对不对 那表层这个水草呢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水草的材质状况是怎么样 假设它材质状况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像是这个 你可以看它材质是已经糊掉了 我们随便抓一把起来你就知道它是糊掉对不对 好 在最近呢是换盆的最好时间之一 所以你可以开始准备用换盆的方式 或是换材质的方式 把下面的这些水草拆开 给它新的水草 或者是粗料也可以 那就看你的要用的是什么东西 粗料的话呢 你可以用石头 像土耳其火山石石头类的 或者是制石 或者是很多类似石头类的 这都可以做它的底材之一 或者是树皮 就是我们说的木块 那个也是很常用的材质之一 那这个是你回来的时候 你像你现在已经开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准备考虑说 你要不要换盆 如果你要换盆的话 你要用什么材质去做 那要用什么材质呢 跟你的胶水频率有很大的关系 假设你喜欢胶水 那我完全就建议你用粗料去做 类似石头啊 类似木炭啊 类似木头啊 它都可以做材质的混合之一 有些人会用多种材质去做混合 因为有些材质 像是木片 它的吸水性比较好一些些 石头吸水性比较差一些些 你用木片跟石头做混合的时候 它会保持中度的吸水性 就是不会到交换水以后 就全部干掉的程度 那蛇木穴也是同样道理 蛇木穴有分成细的跟粗的 那粗的蛇木穴 它的空隙就比较大 就比较不会保留水分 那如果你要用水草的话呢 你就可能要把它整个拆掉以后 换新的水草进去 那像这个水草已经开始糊掉了 非常明显糊掉 就是你这样拨一拨啊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水草的好坏 假设你拨一拨 它就成为这样碎屑的样子 然后戳一戳 它就成为一个 那个有点像是糊掉的感觉 就表示它的水草 已经开始腐败掉了 那这时候呢 因为它们是商业 商业出来的 那个春食虎 对不对 它们这个大概都已经过 一两年的时间了 大部分的水草能撑的时间 大概在一年多左右 最好的水草大概在一年多左右 基本上它们 有时候不存用一个国家的水草去做 有些地方的水草 它是偏酸性的 有些地方的水草是偏碱性的 它们有时候会用混合的方式去做 做出来的水草 会比较偏中性的水草 可以撑比较久一些些 那如果你要上板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水草 其实我都建议先把这个水草拆掉了 先把这个水草拆掉 那是现在因为已经 整个都已经干掉了 所以这个是要先进水 那然后把水草拆掉 然后再去做你要的处理 基本上我们会顺便把旧根跟老根先处理 顺便处理掉 那这个旧根那边把它剪掉以后呢 它会维持它 就是它重长的状态下 那重长状态下以后 它根部就会比较健康 那通常呢 现在正好是让你处理 这些栏花的一个很好的时候 因为是春天 春天这时候是开根的时候 现在做过一阵子 它就会长根了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在通常要换盆 或是移盆的时候 通常就建议两个季节 一个是春 一个是秋 那春天的好处是 它换完以后它就来根 然后你来根 来根以后呢 它根就扎下去了 那这时候呢 成长速度比较快 那秋天呢 有个缺点 秋天它虽然也会来根 但是它很快就进入冬季 它就休息了 就休眠了 所以其实它就是会变成 比较麻烦了 因为它就休眠了嘛 休眠的话 它就是不会再长了 这个是它缺点之一 所以尽量呢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要换的话 是最现在换 是比较好的时机 尤其是 可能是春食物兰 刚开完 开完你的那个花以后 像这盆很大盆 非常非常大盆 那通常还是有人会问说 这个旧枝有没有剪掉 其实我不喜欢剪旧枝 因为这个旧枝里头 其实是养分 如果你是要敷苗的话 你就可以把旧枝剪下来敷苗 不过像这种国王系列 它的花应该都是开满满的 只要开花的地方 就不太会长高牙 所以这个你要敷高牙 反而有一个难度 就是它不太会敷高牙了 因为这个主要是 它都是开满满的花 那这种开满满花的 敷高牙的机会 就变得非常非常少 通常花牙的地方就不太会长高牙 这个就是问题点之一 所以基本上呢 像这一棵呢 我可能思考说要上板 还是把它换成粗料来种植 粗料在我这边比较好浇水 因为你可以每天浇 甚至你可以一天浇两次三次 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浇过去水就透过去了 兰花的根部呢 不是怕水 是怕没有空气 里面有空气的时候呢 为什么我们那个水草很容易造成根部整个死亡 因为我们浇上去以后呢 它水草的中间的空隙就被水填住 那被水填住以后呢 中间没有氧气 其实兰花的根部是需要氧的 不管是所有的兰花 所有的植物 它的根部都需要氧 去做呼吸作用 那你没有呼吸作用的时候 它就会用酒精反应 我们通常 无氧呼吸的状况下 人的无氧呼吸产生乳酸对不对 那植物呢 它就会经过酒精发酵 酒精发酵以后 会产生它的能量的来源 但是它也会累积酒精 那如果在有氧气的状况下呢 它酒精很快就可以再去 做一次的氧化作用 就会减少对它根部的伤害 不过呢 如果你的环境呢 持续是水的问题的话 水的环境的话 那这时候就会造成一个问题点 就是它持续的 一直产生酒精 一直产生酒精 那酒精就会累积在它根上的时候 久一久之后 它就会坏掉 就会死亡 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久了以后它就会死亡 死亡以后呢 你就会发现 你的兰花的根就慢慢的枯掉 那枯掉以后 它就吸不到水分 吸不到水分 它牙就会死掉 所以呢 基本上为什么很容易 浇水浇过多而死亡 你很少看它放干 放到放干 然后去浇 就是有人干可以撑很久 但是湿的话 很快就死掉了 原因主要还是这样子 那所以呢 在浇水的方面呢 还是要看你的材质 你如果你喜欢浇水的话 我完全建议你用粗料去做种子 不管是木头木屑 或者是有些人还甚至用木炭去种 那比较厉害用木炭 竹炭也有人去种 但是其实要 大概要 我们通常会选的材质 通常建议是比较中性的材质 像木炭跟竹炭 大概都有偏一个什么酸碱质的问题 就是它可能偏酸或偏碱 有些植物对于偏酸偏碱的环境 它会有抑制作用 它就不长 所以呢 在选材质的时候 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我通常会觉得特别要注意 它材质是不是中性的 中性的材质是比较有助于 它的根部的生长 好 那今天先聊到这里 那如果你要换的话 我建议最近是换盆的好时机 先把它浸湿 浸湿以后把它拆开来 那我再一步一步做 给大家看好了 因为现在我一只手拿着手机 其实也没办法做 那浸完以后 像它这个下面是粗料 你会发现它为什么通常 下面会垫保利笼 就是让下面可以透气 通常下面不是垫 有些人是下面垫保利笼 过来垫石块 然后再垫木片 都有很多种做法 那其实呢 没有一定的道理 没有一定的原则 主要还是依你的环境 跟你的浇水模式去做处理 那要多少比例去混合呢 其实大家可以试试看 有些人会用珍珠石 用火山岩 或者用木判 1比1比1去混 也有人用自食 用很多种材质去混 都可以 甚至外面有卖那种 商用好的那种 像蓝石之类的东西 它就是混好的材质 那这些材质呢 是你只要倒一倒 然后通常我们会压重石头 是你会发现有时候 有些人会在底部压 那个比较重的石头 主要是不要让它翻盆 因为这盆有时候高的时候 很容易翻倒 所以那个是有目的性的 有目的性的 好 OK 所以呢 大概了解一下 你如果春时忽然 现在准备要换盆的话 你需要注意什么东西 好 注意就是季节 然后你的材质 你可以去摸摸你的材质 里头到底是什么 是忽的 还是保好 就要是如果它是完整的话 你可以考虑不要换 然后明年的时候再换也可以 大部分的水草 大概最多只能撑一年 比较常浇水的状况下 可能半年十个月就差不多了 甚至有些 像我朋友那边很潮湿 半年他们就有点糊糊的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水草很好种 很好保水 问题是它的时间 第一个不是很久 第二个 如果你浇水不正确的话 很容易把你的植物弄死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